如果說你有高血脂問題的話 這真的是很危險 但很多人有點擔心 可是呢就很疲疑 不想去抽血檢查 好接著我們就來看看自我檢測法 你有沒有可能是三高的危險群呢 好我們透過這個表就可以大概知道 第一個我常吃油炸類的食物嗎 第二個我常吃甜食糕點類的食物嗎 還有我比較喜歡吃肉不喜歡吃蔬菜 另外我常常三天以上都沒有吃水果 還有我常吃高膽固醇的食物 另外每餐我都吃足夠的米飯或麵食 我幾乎三餐有兩餐在外面吃 我常常喝含糖的飲料 我一個星期的運動量少於三次 另外我最近經常出現疲倦 或是精神不佳的狀況 好副院長有幾項就要特別注意了 好我們這邊如果超過兩項以上 其實就要特別注意 兩項這太嚴格了吧 兩項的話就要注意了 因為其實剛剛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讓大家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其實山高跟什麼有關 第一個跟遺傳有關 第二個跟你後天的環境有關 第三個跟老化有關 那我們這十項檢測 就是在檢測你的環境危險值 所以假設你的環境危險值 你超過兩項其實就要注意 可是很可怕耶 一個星期的運動量少於三次 像我就這樣 然後我也常常覺得很累啊 所以我就已經有兩項了 其他的都還不管就已經有兩項了 對如果這樣子我們就要去趕快去抽血做檢測 另外從中醫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不是我們也有臉部某些特徵可以看得出 你有高血脂的問題 中醫是用望文問切 望是一個最基本的 每一個病人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特別去看它 那麼尤其這個山高的疾病 我們從它眼部的附近就可以看到 那麼臉部的這個旁邊 它有一些黃斑柳 就一顆一顆的 對一顆一顆 腫起來的 那麼這個不是老人的專利 有很多40幾歲就有這樣黃斑柳的這個情形 或是你在看眼睛的時候 它的眼睛的顏色 就像番茄醬的這種顏色的時候 眼球的顏色還是眼中 對眼球 眼睛的白的那部分 你有看到像番茄醬的這個隱約 這樣的顏色 不是睡不飽喔 對不是睡不飽 這個是有時候就是這種潛在的危機 或是在手肘部 大腿部 或是臀部 你有出現解解性的黃瘤 那當然我們很多人會講說 這是屬於一種就是脂肪瘤 那這個時候你把它推的時候 就要一顆一顆顆很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要特別注意 這個都是配合我們應該要做的檢查 那提早發現 那麼提早來治療 我相信這樣就不會讓三高 出現在你身上 因為很多人眼睛的周圍 有那個黃斑瘤 自己不知道 還以為說是不是眼霜擦得太滋潤了 結果可能不是 可能是有高血脂症的危機 好 那接著呢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這個副院長 好 就是說我們如果說真的有這高血脂症的話 那到底在用藥的部分 有哪些要特別注意 OK 我們如果有高血脂症的話 現在全世界的研究 請記住我們全世界的研究已經做得非常透徹 有高血脂症的話 我們有很好的藥物去做治療 好 我們現在大概 大家全世界最常用的藥物就是 史塔丁類的藥物 所以這史塔丁類的藥物 假設你有糖尿病 你有已經得到冠心症 你已經中風 而且你的血脂是高的就應該要服用 那假設你沒有這些症狀 可是你的血脂很高 你的危險因素很高 我們還是建議要服用 因為很多人都不喜歡吃藥啦 對不對 然後想說自己的身體應該控制飲食啦 然後去運動就沒問題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 還是需要藥物的控制 對 然後這邊我要呼籲一下 我都常常說 如果是聰明的人 我們是吃藥預防疾病的發生 所以我們請記住喔 我們說治療高血脂要做什麼 一風 心臟 中風 所以我們是希望我們可以吃藥 預防心臟病中風的發生 而不是等到心臟病中風的時候 才要吃藥 所以這邊我要特別呼籲一下 我們當一個聰明的人 怎麼去保養自己的身體 對 因為我們台灣人的民眾 很多人不喜歡吃藥 就覺得說這樣子好像對什麼腎不好 可是問題就是說你要去衡量對不對 有些藥物是預防用藥的話 那一定要記得先吃藥來控制 不過在這個飲食的部分 有些食物譬如說葡萄柚的話 好像就不能跟一些藥一起吃對不對 還有哪些禁忌 常見的話像葡萄柚大家最熟知嘛 那再來就像人參 其實人參的話 也是會影響我們的心血管用藥的一個效果 它會抵觸它的藥效 那另外就是酒精 所以有些愛喝酒的人 其實它這個部分可能會影響酒精的代謝 那除此之外像茶啦咖啡 就是有些咖啡因的 那其實這些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盡量避開用藥的時機 會比較理想 那如果真的要服藥 就是用白開水來服送 其實是一個最安全的方式 因為有些人會喝茶啦喝咖啡 對 也不曉得個體的體質的差異 會有影響它的代謝結果 所以還是以白開水會比較安全 所以以白開水為主啦 好 那另外我們剛剛講到用藥 還是有很多人他就是不想用啊 他可能覺得說健康食品是不是也有效 OK 我這邊要提一下 所謂的健康食品有沒有效 我這樣簡單的跟大家講 藥品跟食品有什麼不同 所謂的藥品就是在全世界經過很精密的 三到四個步驟的臨床研究 證實說這個藥物吃下去 第一個可以降抉脂喔 第二個可以減少心臟病中風喔 讓人家活得比較久喔 那食品呢 就是可能找了十個人給他試吃 試吃了之後呢 發現有一兩個人 血脂可能會降 那就OK了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精確 對 他沒有那麼精確 然後我常舉一個例子 我常說我們的女性 我們的女性同胞們 常常喜歡用化妝品 可是今天如果主持人 用了某一個A牌的化妝品很有效 介紹給他的同事不一定用的有效 就像化妝品理論一樣 不是每個人用的都會有效 他成功的比例可能在兩三層 所謂的健康食品也是 你好好的去使用可能只有一到兩層的人會有效果 所以請記住該用藥品的時候 我們是應該用藥品 那健康食品只能做輔助之用 健康食品只能夠輔助啦 但中藥的部分有很多這個方間有一些偏方對不對 那但是這個陳醫師比較推薦大家 大算很重要 是 當然因為剛剛這個西副院長也有提到 就是有疾病的時候當然必須要經過 這個醫師的診斷用藥 那當然我們我比較主張 就有時候要一食以藥 也就是說平常的養生非常重要 比如說我們選擇 你平常可能就會吃的相關的這個食物 來做我們身體上的調養 比如說剛剛昨天也知道這個大蒜 那麼大蒜這個也經過很多的這個分析 它含有六種化合物 有15種的這種抗氧化的這種作用存在 那麼重點就是說 既然我們身體上為什麼會有疾病 就是我們身體上有很多的活性養 就是我們自由基增加 就攻擊我們身體上相關的部位 那麼尤其這個大蒜 它本身所分析出來的成分 它可以抑制我們肝臟再合成 膽固醇及中性脂肪的這個作用 因此如果說你真的要吃 那我們就是一食以藥嘛 就把這個平常多吃一點這個大蒜 當然我們在中藥 現在也經過很多的這個實驗的證明 有些譬如像剛剛我們介紹過的 山楂、藝仁、荷葉這個 我們當然有很多的食材 都可以把它用在 平常你本來就要餵了三餐你要吃 吃你就必須把這些加在上面 那可以減低你這個罹患三高的這個症狀 那何樂我不為就是這樣 好所以大蒜是一個很好的食物 大家平常可以常吃 好再來看看肥胖 肥胖的人就一定會有三高的問題嗎 肥胖的人會不會比較容易有三高 我們這邊直接講肥胖很低一個跟非肥胖來比較 你得到高血壓的機會會比較高 然後血脂的異常大概以三酸甘油脂高為主 然後還有好的膽固醇比較低 然後當然肥胖是得到糖尿病的一個危險因子 那這邊要強調的是不是瘦子就不會得病 對啊很多人以為說自己瘦的話就不會有高血脂症對不對 但其實是兩回事 跟遺傳有關係 跟你的環境還有跟你老化都有關係 好那中醫來看這個肥胖的話是分成四型 是當然中醫當然要辯證論治 就看你的屬於哪一個類型就要特別去注意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像氣血虛弱 剛剛那個謝醫師特別提到 氣血虛弱就身體很虛弱 你照樣也有這個三高的這個問題出現嘛 就虛擾性 所以說你平常覺得很疲倦 可是你也是非常胖 第二個就是胃熱型 就是說胃不好就喜歡吃辣的東西 喜歡燒烤炸辣 餅乾平常都在吃 甚至於就是胃熱型 就是有些人情緒不穩定 壓力大 那就是要胃熱型這個 第三型就是皮膚這個痰絲型的 就是你看起來 因為他這個身體好像吃的不是很多 可是有很多人告訴我說 他喝水也會胖 就喝水也胖 就是屬於這種類型的 那第四型的最多 我們就是講說肝腎兩虛型 就是你經常熬夜 或是更年期這個時候 最多這種原因在哪裡 因為年紀大 那功能就會衰退 那你到了某一個年齡 比如說你兒子到了更年期的時候 它整個狀況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不過我是比較主張就是說 你在飲食上真的特別 比如說我比較推薦 除了這個大蒜一樣 比如說香菇 它還有豐富的這個 菇類的 對啊植物的蛋白 還有膳食纖維等等 那麼他吃了以後 第一個你有這個飽足感 那麼它沒有這個飽和脂肪酸 以至於你這樣的長期吃的話 對更年期它也有很好的幫助 它還有我們要知道這個香菇 它還有這個刺激我們體內干擾素的作用 預防我們身體相關的疾病 甚至可以提高我們身體的抗病的相關的能力 所以說肥胖 你要知道是哪一個類型 哪一個類型你要用哪一個方式 而且可能也有綜合型的對不對 也許這個胃熱型的人 他可能又常熬夜 又有更年期肥胖 沒有錯 最後可能有綜合型的 沒有錯 那如果說以飲食來講的話 我們要請教一下營養師 很多人說少吃澱粉就不會胖了 是這樣嗎 其實有些人他不吃澱粉 可是他以水果餐 這是最典型 他以吃水果來減肥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其實水果裡面含有豐富的果糖 其實這些過多的果糖呢 水果裡面的糖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還是吃很多 又很甜 那吃太多 其實它還是會轉變成脂肪 那累積在我們的身體當中 所以其實正確的飲食 不是只有少吃澱粉 不能完全沒有澱粉 還是得吃 那只是說我剛剛講 我們要吃的是一些 比較圓態的澱粉類 而不要是精緻的澱粉類的食物 對 所以說這樣吃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均衡 有蔬菜 有適量的水果 那水果的選擇上 我們不要選那種太甜的水果 我們可以盡量選擇 比較剛剛好的 可是大家每次買水果 都買最甜的 對啊 而且現在濃改 都把我們現在的水果 都弄好一點 所以就是要適量使用 絕對不能去 哇 一餐就整個吃水果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在挑水果的部分的話 大家不要只挑甜的 那其實呢 這個中等甜度的水果 帶點酸 其實更棒 帶點酸的比較好對不對 好那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副院長 因為很多人也說 奇怪體脂肪是OK的 但血脂怎麼會比較高 所以這兩者之間 它不是畫上等號的對不對 體脂跟血脂兩者是不同的 所謂的血脂是我們 指我們血液之中的脂肪 然後體脂是我們身體裡面的脂肪 所以我們所謂的體脂 是來評估你有沒有肥胖 那血脂就不同 我們剛剛討論很多 血脂是來評估你的心臟疾病的危險因子 所以這兩個是不對等的 所以就解釋了有些人 他覺得說他很瘦 他體脂肪是OK 可是為什麼血脂高 對 兩個是不對等的 而且是由不同的 調控機轉去控制的 那之前好像也有泥菇很瘦 但是也有這個問題 對 因為當然我看過了就是 我本來有一個概念 泥菇應該和尚 他們都吃得比較 應該都很養生吧對不對 很養生 吃得很清淡 不過我們要知道 有很多的泥菇住在深山裡面 他有很多的狀況 所以我一請他做相關的檢查以後 發現竟然是有高血脂高膽固寸症 後來我才發現第一個追蹤究底以後 他第一個他有家族的遺傳性的 相關的基因存在 比如說他有糖尿病的高血壓 這個情形狀況存在 然後再來因為他們大部分都吃一些 炸的這種豆類的食品 加工過的也有 加工過的食品 那這個豆類食品以後 那你當然就是用的 如果萬一不是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剛剛我們營養社提到說 如果是苦茶油 它還可以耐高熱 你用這個倒還好 你如果用其他的油以後 你當然這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還可以 但如果全是飽和脂肪酸 那就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這個凝固後來想說 怎麼會有這樣 那再來我們剛剛講過 有一些東西他不能吃 蔥蒜 蔥有蔥蠟素 蒜有蒜蠟素 他又不可能攝取 所以以至於這個 後來我們當然在做生活上 就跟他講 建議你一定要從飲食上 當然說用燙的或等等的 這其他的蔬菜來做調整 我相信後來他就把這個狀況 做了相關的改善 尤其尼姑姑 我還特別要建議 你不是只有煉筋而已 煉筋你是只有靜坐 你就阻斷那個氣 還是要做相關的運動 你才能發揮這個作用 好 說到運動 空白空空時間 接下來陳醫師就要 教大家怎麼做剪刀槽 好 有三高問題的民眾 其實除了說 你飲食習慣要注意之外 另外最好還要有運動對不對 但問題是很多人 都會給自己找藉口 說外面太熱了太冷 下雨什麼的 但其實今天我們的陳醫師 就是要帶給大家這個剪刀槽 這剪刀槽非常方便 做在家裡面客廳 就可以隨時做對不對 是 沒有錯 我們剪刀槽最主要就是 讓所有的人沒有推偷之詞 那我們就可以兩腳與肩同寬 然後圍半蹲 半蹲的時候 那個膝蓋不要超過那個指尖 然後兩手往外伸展 以扣胸的這個情形 然後五指一定朝上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往前 像剪刀一樣要剪 往前交叉 右上 然後再回過頭來 也是扣胸的情形 但是還要再做一次 換變成左手在上面 這樣一個狀況 這樣已經完成第一次 然後回過頭來的時候 手指一定要變化 變為拇指 我們一定要身體健康 就要拇指 這個時候同時腳一定要往後退 然後拉筋的一個情形 那拉筋的話 然後再往前再交叉 交叉以後 然後再來回過頭來 一樣第二次 左手往上 然後再回來的時候 已經變成第二指了 第二指的時候 之後腳要回來 回來還是在半蹲的情形之下 再做一次 也是右上 然後再來這個手都要指的 不能有彎曲的情形 然後再來左上 再回來的時候 然後就要注意要變第三指 第三指的同時腳也要有變化 那麼左腳就往後 往後這個用指的這個情形 要拉筋的這個狀況 要墊腳尖的情形 然後再往前交叉回來 然後再來左手往上 這個時候又回來 要變第四指的時候 然後這個腳就要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一樣要半蹲 然後又是這個右手在上面 然後回過頭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換左手在上面 回來的時候 這個後做五指就對了 對 然後再來這個五指裡面 這個時候不是就這樣握 一定要把摩子握在裡面 像胚胎的前徐立 小孩子在子宮裡面這樣往上 然後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就站起來了 然後這個右手往上 然後再來就回來 左手往上 這樣的話就變成你做的六四 那六四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筋線一通 因為十二中醫講的 手上有六筋 腳上有六筋 十二筋肉一通 筋線一通 百病就無中 所以其實這樣子做 其實手還蠻酸的 對 我們一次要做多久 一次那像我個人 那每天都做40分鐘 40分鐘就一直這樣子輪流 對對 但腳都有拉筋的這個情形 那如果老人家他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怕說不平衡 腳沒辦法伸出來的話 那也OK嗎 所以我們就是說 剛剛講半蹲 如果不行還有墊腳尖的一個方式 這樣墊腳尖的方式 所以各種的方式都可以來做應用 那如果實在剛剛看 尤其是腦血管病變中風 或是半身不水 剛剛開始就慢慢的 以直立的方式慢慢去做 結果後來很多人 做了就等於復健的這個工作 慢慢他身體 這個肢體的狀況 就改善非常的多 非常謝謝陳醫師 帶給我們剪刀操 也希望觀眾朋友們 你平常在家裡面 如果說很少運動的話 也可以做這個剪刀操 讓你的身體更好 可以解除這個三高的危機 你的觀念是不是正確的呢 很多人說不要吃蛋黃啦 不要吃海鮮這些東西的話 就不會有高膽固醇的問題 真的假的 我們稍後回來